台灣失智症協會最新的調查發現 失智症和其他疾病有相關性 尤其是罹患糖尿病跟肺部疾病者 失智症的風險比一般人多出了1.8倍 而曾經中風的人更是高達了7倍 張太太曾是一位知名博士 是電信方面的專家 沒想到幾年前卻罹患失智症 一開始我們真的非常害怕跟人家說 太太怎麼會得這個病這麼年輕 真的是非常著急 台灣失智症協會最新調查 65歲以上老人罹患及輕度失智的 占3.17% 在病史相關性部分 有罹患糖尿病和肺部疾病者 失智風險比一般人多1.8倍 曾中風者更是高達7倍 糖尿病的患者 他的那個胰島素的一個代謝 事實上是有問題的 那這個在阿茲寒末失智症的一個 那個那個病理的發生 事實上也是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最新調查也顯示 教育和病症也有相關 不失智者罹患失智的風險 比有受教育的多兩倍 因此醫師表示 平治生活預防很重要 研究還發現 有喝茶或喝咖啡習慣 或有規律運動和社交活動者 以及多吃蔬果和穀類的人 都可以降低罹患失智症的風險 記者沈小青 莊志成 台北報導 恐怖事實上 Kir 拉東尼日薇